在竞争激烈的NBA赛场,出场时间无疑是不少普通球员所渴求的,有了足够的出场时间才可能打出良好的表现,才可能立足于球队,可对于超级巨型而言就大相信平浪, 这些已经证明过自身超强实力的球员,他们往往不追求出场时间,反而希望能够适当减少出场时间,以减轻自身的压力,在真正需要全情投入的季后赛在场上在一展身手,比如詹姆斯,这位信义联盟的投牌球星,虽然他在这几年的常规赛中会时不时的打一些养生球, 可职业生涯那场军高达38.8分钟的出场时间,对于他的消耗还是不算小,即使詹姆斯这种钢筋铁骨的怪物,可能数十年才能出上那么一个,可照样要遵循运动的基本规律。 根据The Athletic提供的消息,在即将开始的新赛季中,洛杉矶湖人队打算把詹姆斯的出场时间控制,在33到34分钟。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,无论是对于詹姆斯在季后赛中的状态,还是对于他的职业生涯而言,都是有百利而无遗憾的。 在过去的骑士4年里,虽然詹姆斯的出场时间,比起热火阶段有所消滑,可基本上还是处在场均36分钟的出场时间,对于他这样一位三学老汉而言,还是会有负担的。 尤其是在泰伦卢的执教期间,陆指导最擅长的战术,就是把球交给詹姆斯,大凡詹姆斯下场休息片刻,等待骑士的十六八九,市场上的局势崩坏,坏,以至于,陆指导在季后赛接收采访时候也无趣的说道,有必要的话会让詹姆斯打满48分钟。 本以为陆指导只是一句戏言,没想到他还真这么做了,在上赛季冬决的抢七大战中,詹姆斯就如铁人,一般打满了48分钟,一秒钟都没些,狂轰35分15拦把九助攻,率领骑士进行总局赛,在现场为骑士颁布东部冠军奖辈时,詹姆斯一个人坐在角落休息的画面,为是让人心疼,但是, 这样的情况也许,不会再忽然发生了,也许是有了可必跟进撕裂的前车之鉴,忽然才会非常慎重地将詹姆斯在新赛季出场时间控制,在33到34分钟。 这也是詹姆斯的职业生涯先低,纵观詹姆斯的职业生涯,他出场时间最低的一季,场均也有35.6分钟之多。 不仅如此,在新赛季,詹姆斯的场上角色也会发生变化,甚至会客串中锋的位置,就目前这支五人队的阵容构成而言,是定型的重外轻内,无论空外,德本后卫还是小前锋,都是一个位置上有好几位候选人。 而中锋至一位置,却就只有卖进一元,显然是不太靠得住的,詹姆斯的客串是在必行,这样就以为着詹姆斯会打更多的无求,他在场上的体力损耗,将会进一步减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